為了減少誘導感染肺炎鏈球菌造成嚴重病發症的紀律 自己市政府今年三月起 將公肥接種的對象更急到二治五歲 但又有6,336月的誘導受肥 衛生局今天在衛生所進行現場的選擇 讓有家長如果出來的誘導負合主計要百萬幾歲 帶到誘導的健康出席以及健保卡 到衛生所也就是合佑醫療機閣 都可以免費來接種入廟 家長和阿公阿嬤 帶到家裡的小朋友到衛生所來接種肺炎鏈球菌一廟 這個小朋友是聽到罵罵罵 但是家長雖然不敢有關是兵兵安慰 希望透過一廟的時代 讓誘導貴10個小時 那根據我們目前的資料統計 只有四分之一的誘導完成這個接種 那顯現還有一些部分的家長 還是沒有帶著您的寶貝 來完成這個肺炎鏈球菌的施打 那因為呢再來秋冬的時候呢 是流感好發的季節 那有可能呢 這個幼童感染的感冒 或者是抵抗力降低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呢 會造成又會併發肺炎 清晰性肺炎鏈球菌的感染 引發嚴重的肺炎 關於參加這種一堆大幼 要三千塊的肺炎鏈球菌入獄 對這個家長來說 是一個相當擔當的經濟負擔 不過從三月分開始 將於是兩回這五回的誘導 正確立在接種肺接種的對象 學會者的家長法和議會 插著小朋友鎮王接種 因為清晰性肺炎以前沒有 政府沒有 現在開始政府有補助這種疫苗 以前這個疫苗 如果自己到醫院需要花三千多塊 那現在政府已經有開始接受這種疫苗 對我們照顧很大 經濟肺炎鏈球的資料顯示 近年年齊以來 一般關西球已經接到四十四例 兩月四五回 侵蝕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的通報個案 臨場的症狀 在嚴重的肺炎為主 包括的個案 病發病血症和這些腦膜炎 衛生局共調 副合公肺疫苗接種條件 由政府提供不用肺的疫苗接種 衛生素不用受其他費用 合佑病因精素可以依照到規定 受過合費 精采的費用 一般空一年多工肺疫苗 以後接種合佑醫療藝術 都可以將工肺疫苗進入 衛生局的網站擦散 西新新聞 中右邊 翁雪山剛一起 蔡宏報道